大家好,这里是由蓝调口琴网出品的翻译阶口琴教程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来学习土音技巧 土音技巧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土音 土音就是这样 用舌头起到一个辅助 的断音效果的一个技巧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在大量的同音反复的时候 土音技巧就可以帮助你把音符断得很干净 很有颗粒感 比如说 在这个乐剧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我们就可以用土音把它断开 第二,土音可以营造出一种有跳跃感的乐剧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欢快的曲子里面 我们加入了土音听起来就会非常的有跳跃感 比如说 而且我们在演奏这种乐剧当中 加入土音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移动 那第三点呢 就是土音它不仅是可以在音符重复的时候使用 它还可以作为音头 在乐剧的开头使用土音 让你的乐剧听起来更加的肯定 那我们知道土音的作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学习一下土音该如何去做 首先土音这个技巧 它是需要口腔内的舌头辅助完成的一个口琴上面的一个技巧 它如果说我们不拿口琴 我们就先去直接模拟一下我们做土音的这个状态 它其实就是 这种感觉 就好像你在说土这个字 但是它没有你在说土这个字的时候 整个这个舌头幅度这么大 这么用力 我们可以把你整个状态放轻 我们来试一下 舌尖轻轻点两牙中间的位置 幅度放轻变得灵巧一些 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轻巧的点一下点一下的这样的感觉 当我们吹气可以这样模拟出来之后 吹气可以模拟出来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吸气是否也可以这样模拟出来 好 试一下 记得自己这样吸进来的时候 还要有那个复时呼吸的感觉啊 吸气吸进来 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舌尖的轻巧的动作 舌尖轻巧的动作 接下来呢 我们拿起口琴 试一下把这个模拟出来的感觉 带到口琴上 能不能做到把第五孔的吐音做出来 把吐音的这种感觉移到口琴上面 其实会有一点的难度和不适应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花时间去练习 那要把吐音做好 然后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要注意的要点 我在这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第一点 就是我们做吐音的时候 一定要舌尖 要做的轻巧 不要太用力了 打个比方讲 我刚刚做的是 大家可以感觉到我的舌头 其实就轻轻点一下 就收回来了 但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做成 它每一个吐音都做得非常重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可以把气息放平缓 舌头变得轻巧 去点一下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演奏吐音的时候 音断气不断 就也是我们刚刚有讲的 就是你气放平缓 气要连贯 但我们要做到 其实只是把这个音给断开 不要把你整个乐句给断开 打个比方说 就是 这里有很多同音反复 你要去做吐音 但你千万不能吹成 不要因为你要把这个吐音 把这个音断开 让你整个乐句都断开了 乐句还是得要是做成连贯的 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做吐音的时候 要记住吐音是一个瞬间的动作 它就是吐那一瞬间 舌头往前伸那一瞬间 做完之后要马上返回 就舌头要马上返回 回到正确的标准的 单音口腔形状的那个 标准形状上面去 千万不要吐音做了之后 然后你舌头就一直在前面待着 那你可能声音就会变得 音高就变得不准 就会变成 这样音准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以上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课后练习吐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这三点 然后针对吐音呢 我们也给出了一个小练习 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我们看到这个练习曲谱当中 我针对吐的选择给出了建议 在这两个地方 推荐使用四孔吸气加推荐的这个吐 那当然你想要选择四孔吹气或者五孔吹气 也可以的 吐音技巧在演奏快速乐曲的时候呢 更能够体现它的重要性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会增加一些更加深入的 吐音技巧学习和快速吐音的练习 那本节课呢 还有一首练习曲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在蓝调口琴网 本课页面当中就可以获取它的曲谱和伴奏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节课所讲的吐音技巧能够消化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